望线,娇俏可人,第四集,女子见魏无线笑,大怒,一脚把魏无线踹倒,骂道,你是什么东西,竟敢瞧不起我。 魏无线被踹了一脚,当即扁嘴大哭起来,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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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不远处的仆人没想到,短短几夕之间,魏无线就被旁人欺负了去,连忙上前把魏无线扶起来。 暗卫经的一身冷汗,没想到兰西辰的夫人这么跋扈,若是伤了魏无线,他们可担待不起。 他们马上现身拦住还想再踹一脚的王灵娇。王灵娇当即破口大骂,混账东西。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先都见了,我也得叫我一声嫂子。 这人是谁?不给个交代,你们都别想好过。 暗卫们面面相去,不约而同想,蓝西辰怎么会取这么个货色。 他们是蓝忘机的暗卫,只听命于蓝忘机一人,对于王灵娇的威胁丝毫不放在眼里。 手上动作不停,直接把王灵娇滴流出近视范围。 蓝忘机赶回来的时候魏无线还在哭,双眼通红,肩膀一耸一耸的,好不可怜。 蓝忘机心都要碎了,抱住他心疼道,献献乖,不哭了,战战亲亲。 魏无线见到他,哭得更厉害了,边哭边打嗝,喊喊呼呼道,蓝忘机早就在暗卫那里了解情况。 当初蓝锡尘突然带了个女子回来,他看兄长执意要娶她为妻,命人查过她的底细后,没阻止她们成亲。 之后,她和兄长的夫人一直无慎交集,没想到她会突然跑过来,一来就弄伤了她的心肝宝贝。 蓝忘机抱住魏无线,神色英质地对手下安慰道,去告诉大公子,务必要他们给本作一个说法。 王灵娇满肚子,怨气地回到韩室,蓝锡尘正在看书,见她一脸怨愤,放下书温和问道,怎么了? 王灵娇邪腻了她一眼,没好气道,你的好弟弟院子里的都是什么人?半点教养都没有。 忘机,你去她的院子干什么? 蓝锡尘疑惑地问道,王灵娇一梗,撇过头道, 我嫁进来那么久,她做小书的从没来看过我们,我就过去看看她到底摆什么架子。 蓝锡尘笑道,她忙得很,你就不用过去看她了。 她院子里那个,王灵娇想了想,越想越觉得那人不正常,那个傻子是谁? 傻子?蓝锡尘不解,你不知道。 王灵娇怒道,你好弟弟的侍卫,帮她把我赶出来了。 蓝锡尘倒是没留意过蓝忘机的院子里多了什么人,她不想妻子多生事端,安抚道,既然是个傻子,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王灵娇心胸狭隘,哪肯善罢甘休,冷哼一声,心想着以后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那个傻子。 过了不久,蓝忘机的侍卫来了,让蓝锡尘和王灵娇去静视一趟。 王灵娇拒绝,插着腰站在韩世院门前大骂,哪有做小书的要凶扫一步的道理,不去。 紧接着蓝锡尘的声音响起,告诉旺姬,我们不过去了。 侍卫们又是面面相去,这女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话说,大公子自从成婚后,性情大变,都不是原来那个温润儒雅的大公子了。 暗卫们知晓蓝忘机对蓝锡尘的敬重,蓝锡尘亲自发话,侍卫们不好为难,回去找蓝忘机赴命。 竟是,蓝忘机抱着哭得眼睛红肿,好不容易哄睡得未无羡面无表情地听侍卫的话。 侍卫说完了,蓝忘机一言不发,挥手让他们下去。 不久后,魏四听说魏无羡被欺负了,赶到静视问蓝忘机。 蓝忘机轻拍怀里熟睡的魏无羡,皮笑肉不笑道,不急。 魏四不解。 几天后,魏四听闻大夫人失足摔进府里的人工湖。 恰巧那几日,人工湖放水清理淤泥,大夫人整个人扎进淤泥里,好不狼狈。 王令娇回到寒室后,洗了八次澡,都洗不掉淤泥特有的抚腥味。 他气急败坏,一定要查出是谁把他推到湖里的。 结果可想而知,什么也查不出来,更气了。 王令娇知道,肯定有人在整他,思来想去,跟他有过节,又能在府中神不知鬼不觉把他推下水的,只有蓝忘机了。 于是王令娇最近总在静视附近徘徊,希望能找到蓝忘机的软肋什么的戳一戳,让他知道他们大房的人不是好惹的。 暗卫们看到王令娇鬼鬼祟祟,立刻去抱支蓝忘机。 蓝忘机听后冷笑,道,告诉大公子,让他管好自己的人。 平静了几日,自从魏无羡被王令娇踹了一脚,蓝忘机去哪都带着魏无羡。 只是有时候,他和别人一起试来,久久都没办法结束,魏无羡无聊,就偷溜出去玩。 会议结束,蓝忘机没看到魏无羡,询问仆人才知道魏无羡出去了。 找到魏无羡的时候,魏无羡正和一个女子在一起,魏无羡满脸兴奋之色。 献献,蓝忘机叫了一声,魏无羡转头看到他,拉着他跑到女子面前兴奋地道,姐姐说的故事好听,是吗? 蓝忘机微笑着摸了摸他的脸,转而对女子道,不曾见过姑娘。 女子见了他,忽然红了脸,浮身道,小女江艳离,是蓝大夫人的表妹。 江姑娘,听到她是王灵娇的亲戚,蓝忘机的语气冷淡了几分,道, 我家献献孩子心性,如有冒犯之处,还请见谅。 她很乖,我很乐意跟她相处。 江艳离羞涩一笑,眼睛不知往哪里看,只好又一扶身,红着脸道,公子再见。 说完,转身跑了。 蓝忘机盯着他的背影,对魏无羡道,别跟他一起玩,他不是好人。 为什么?魏无羡不解。 蓝忘机播的一声,在他唇上亲了一口, 洋装凶狠道,他是披人皮的妖怪,装作很会讲故事, 然后把你抓去吃掉。 魏无羡惊恐地抱住蓝忘机,躲在他身后东张西望, 生怕江艳离会去而复返。 蓝忘机趁机把他抱起来,抱小孩似的,抱回静视。 线线什么时候才不怕我呢? 蓝忘机头埋在魏无羡颈窝, 深吸一口魏无羡身上似有若无的玫瑰香, 觉得四只百孩都要燃烧起来。 线线不怕你。 魏无羡一只手拍拍蓝忘机的背, 另一只手艰难地越过蓝忘机去摆弄他的积木, 认真道,线线喜欢你。 那线线跟我成亲好吗? 成亲是什么? 成亲就是和我一起生活,一起睡觉, 然后生小孩。 我们成亲了,你有我了。 他们一起生活,一起睡觉, 小孩就是他,这不是成亲吗? 蓝忘机哭笑不得, 捏一把他的脸道, 对对对,你永远都是我的小孩。 小孩啊,我会永远宠着你,希望你此生快乐无忧。 魏无羡觉得脖子一凉,低头看, 蓝忘机把一根银色的链子带到他脖子上。 魏无羡不习惯,伸手去扯。 蓝忘机拉过他的手亲了一下, 道,别动,这是我送你的定情信物。 魏无羡不懂什么叫定情信物, 看着胸前白白的石头闪了一下后, 他决定带着, 因为蓝忘机送的东西很漂亮, 他喜欢。 献献,第二天, 江燕离跨着石河, 满面笑容地往魏无羡这边来, 魏无羡见了他, 想起蓝忘机的话, 飞也是地跑了。 江燕离的笑将在嘴角, 看着魏无羡的背影, 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第三日,江燕离又来了, 魏无羡又是跑得飞快。 蓝忘机说的话, 就这次最管用, 江燕离一来, 魏无羡就躲得远远的, 生怕妖怪吃了他。 江燕离想接魏无羡接近蓝忘机, 无奈为无羡连剑都不见他, 一点机会也没有。 江燕离脸色阴沉, 看得跟来的王灵娇打了个冷战。 灵娇, 江燕离冷声称呼王灵娇, 没有半点身为表妹的尊敬。 再, 奇怪的是, 王灵娇居然低头成黄成孔应了, 一点也不像寻常表姐妹间的相处。 你看到她脖子上戴的是什么吗? 什么? 魏无羡带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吗? 江燕离心道, 那是蓝家的月龟石, 佩戴在身上, 可以使自身灵力突飞猛进。 可惜, 那么好的东西, 被送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 王灵娇也是个废物, 居然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罢了, 先找个机会除掉魏无羡, 等拿到月龟石, 还怕杀不了蓝旺姬吗? 王灵娇为难道, 蓝旺姬很是看重那个傻子, 我们的人根本没办法接近。 江燕离盯着王灵娇, 有点怀疑阁主是不是在针对自己, 不然怎么会派一个蠢成这样的人来协助? 让她在外假装受伤, 引蓝旺姬等人来乡就好对蓝旺姬下骨, 她能下到蓝希臣身上。 只能将错就错, 先嫁给蓝希臣, 进入蓝家。 灵娇, 过几日就是蓝氏家燕, 以蓝旺姬对魏无羡的爱护程度, 家燕必会带她出席。 蓝希臣现在十分听你的话, 你让她在家燕上动手脚。 王灵娇恍然大悟, 她还有蓝希臣这张牌。 江燕理想得没错, 蓝旺姬会在家燕时带魏无羡出席。 她要在家燕上宣布魏无羡是她的道理, 此生不渝。 临近家燕前几日, 府里忙得不可开交, 没人陪魏无羡玩, 她到处游荡, 忽然看到孟瑶捧着一堆账本在发呆。 爱瑶, 你在干什么? 听到魏无羡的声音, 孟瑶一下回神, 视线却没来得及收回, 勉强笑道, 没什么。 魏无羡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看到远处的蓝希臣 和王灵娇在一起漫步游湖。 魏无羡撇撇嘴, 对曾经踹了她一脚的人 没什么好感。 她不懂孟瑶的神情是什么意思, 拉住孟瑶就走。 孟瑶一言不发, 被她拉着走, 却忍不住回头看蓝希臣。 蓝希臣正伸手扶去王灵交间上的落花。 孟瑶不愿再看下去, 回头跟着魏无羡走了。 家宴开始了, 所有人竟然有序落座, 最上面的家主之位还空着, 和往年不同, 家主的位置旁边加了一席。 众人不动声色, 心中却在想, 谁能得蓝忘机的青睐。 蓝忘机来了, 蓝氏宗亲看到蓝忘机牵着的魏无羡, 脸色一变。 魏无羡被蓝忘机养得容光焕发, 看上去毅力无比。 可她的神情与自己的容貌不合, 满脸都是不同寻常的纯质, 只顾着低头玩她的小铲子, 对满是蓝氏长辈视若无睹。 蓝起人眉头微皱。 王灵交机笑不已, 蓝氏主君的位置举足轻重, 哪能让一个傻子做了。 看到蓝忘机牵着魏无羡走至最上座, 魏无羡当真坐在主君席上, 拿起桌案上的点心送进嘴里时, 蓝起人脸色一变, 按纳住怒气道, 旺姬, 这位是。 叔父, 如您所见, 他是要成为蓝氏主君的人。 蓝忘机从自己的桌案上 拿了点心给魏无羡。 魏无羡咧咧嘴对蓝忘机笑。 婚姻大事岂可而戏, 此人心智不全, 难当主君大任。 当不当得, 我说了算。 蓝忘机语气冷淡, 却不容智慧, 见魏无羡吃的满嘴都是点心碎屑, 很自然地伸手替他擦去。 你, 蓝起人气节, 说不出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